我們看這次的特題喔 他說4s平方加9y平方等於12情況之下 第一小題他問你s等於多少y等於多少 這時候4s-3y有最大值 第二小題s等於多少y等於多少時候 4s-3y有最小值 所以說這題也就是在這個條件之下 他幫你把4s-3y最大值按最小值算出來 算出來的時候再去分別去把sy 這時候sy是多少 大家求出來這樣可不可以 好這裡怎麼算 我們首先來一次 你不給這個東西 求這最大最小值怎麼算 你不說我講過 求最大最小值的時候出現平方相加 麻煩用什麼東西 科西不等式 只是用科西不等式的時候 麻煩你第一步先用什麼 好前空法先把pose拿來 把寫成平方相加 乘上平方相加 行不行 乘起來會大概等於相乘幾次 兩次 把寫成平方相加乘上平方相加 平方相加這邊寫起2s 平方相加這邊寫起3y行不行 把4s整個填加寫2s嘛 把9y平方整個填加寫幾y 3y 所以平方相加乘上平方相加行不行 大概等於今天要求多少 4s-3y這有沒有平方相加沒有 沒有平方相加寫這邊行不行 好今天要湊出這個大約要怎麼湊 其中這個頭乘頭 要等於這個4s 尾乘尾要等於這個-3y 所以頭乘頭要得到4s可見就是起2 尾乘尾是-3y可見就是起-1 寫到這邊之後你觀察一下 這邊是4s平方加上9y平方乘3 4加1-5 會大約等於多少 4s-3y幾次 兩次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所以算出來的老師可以知道 其中是自己12 12乘上我自己60 這樣可不可以吧齁 所以說12乘上我自己60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我4s-3y平方 會小一點點幾 60 這樣行不行 所以把它開一根號 所以說老師可以得到 我4s-3y 算出來就等於 根號60到 負的根號60之間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我4s-3y 把它開一根號行不行 算一算介入多少 兩倍根號15 到底 負的兩倍根號15之間 所以說最大值會是幾 所以說最大值是幾 兩倍根號15 這樣不行 最小值是幾 負的兩倍根號15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最大值是兩倍根號15 最小值是負的兩倍根號15 是出來了 麻煩這時候把sy分別是多少 把它算出來 來 第一小題 來我們看一下 原本屏幕給力的條件是誰 是4h平方加上9y平方 要等於幾 得 這時候會得到 4s-3y 最大值要等於幾 兩倍根號15 對不對 老師一直在強調 當等號成立的時候 對吧 對柯西部的事來講 當等號成立的時候 也就是這兩邊怎樣 存比例 他比他 連他比他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此時 對吧 老師可以知道 2s比3y 會得2比7-1 這樣行不行 所以這時候2s 3y會得2比7-1 所以說老師可以去假設 2s等於幾k 2k 3y4-k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個觀念 可見 ak47k y4-3k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你把k 算出來行不行 怎麼算 你要帶這個還帶這個 帶這個我平方好不好算 不好算 我們帶這個一次好不好 所以說把它帶進去 知道老師可以知道 把x用k帶 y用-3分之k帶 帶進變4k -3x-3分之k 不負得正 變加k 所以2倍更號幾 所以2倍更號幾 這樣行不行 所以5k等於2倍更號15 所以k等於5分之2倍更號15 這樣行不行 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麻煩你這時候數字有點醜陋 對吧齁 所以算出k 麻煩你再去把x y算出來 此時 k才等於5分之2倍更號15 y會等於幾 負得3分之k 所以負得15分之2倍更號15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因為y是負3分之k 所以負得15分之2倍更號15 對吧齁 所以說這時候還可以15分之2倍更號15 這樣行不行 y自己負得15分之2倍更號15 可不可以齁 這時候會產生最大值 這樣可不可以 在第一小題 再看第二小題一樣 再一次好不好 第二小題其實跟第一小題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怎麼說一樣 今天是4s平方加9y平方等於12情況之下 產生4s-3y 最小是四起 負得2倍更號15 有沒有 所以說此時這邊做一個負號碼 不管怎麼樣 只要產生等於的時候 都會一樣 他比他會等於他比他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此時 是 對吧齁 2s比3y 會等於2比1級 負1 對吧齁 所以做法跟左手邊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說我可以假設2s等於2k 3y等於幾k 負k 所以說寫出來 這時候老師可以得到 x就是17k y就是17 負到3分之k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求k 一樣要帶上面還帶下面 帶下面這一次是比較好算 所以x用k帶變成4k 減掉 y用負3分之k帶負負得正 加k 算出來是負得2倍更號15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k就等於幾 負得5分之2倍更號15 是出來了 所以說這兩題的差別就在這邊插一個什麼號 所以帶回去之後 所以帶回去之後 從你 我的ak指就自己 ak帶回去就是負得5分之2倍更號15 我y把它帶回去 把率負上負得正 變成15倍的2倍更號15 指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知道這時候 ak自己 負得5分之2倍更號15 所以說有最小值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好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